嗯,我就先介绍一下那个M, 然后 稍等一下 胡说,电关系 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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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我现在开始 简单介绍一下AIM 我是Echo 是负责在AIM的招生的工作 然后所有的就是 international市场的 这个招生的工作 都是由我这边和另外一个同事 Eason来负责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中文名字呢 是叫做澳大利亚音乐学院 然后英文名是 Australia Institute of Music 然后我们学校呢 我大概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地理位置 学校是在 很市中心的位置 是在Central Station不近 就是走路三分钟的位置 所以地理位置非常好 然后我们学校的 成立的时间 时间是1968年 就是到现在为止的话 有50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们学校是一个 就是非盈利性的机构 所以说 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 就是这些 盈利的这些 所有的学费呢 都是用来更新我们的这些设备 然后我们学校现在呢 主要是有Bachelor跟Master的课程 所有的西洋乐器类的课程 我们学校都有 然后我大概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课程 稍等一下 我把课程的那个拿出来 给一个中文版的给大家看一下 学校呢 现在主要的话是 这一些课程 然后我们的Master的话 主要分两类 我先介绍Master的课程吧 一个呢是Master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这个课程的话 稍等一下 这个 是这个课程 我们的一个Broach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呢 是我们唯一的一个 不需要任何音乐背景 就可以申请的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的全称是 Master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是娱乐管理 然后这门课的话呢 就针对所有的 就是想要学管理类的 但是呢 是跟音乐相关 跟娱乐相关产业的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是Master的课程 就是说我们的要求的话呢 是需要 学生的话 他有这个本科的学历 就可以申请 只要是 有在相关的这个 Business的行业里面 就是有过相关的经验 他这个都可以放在 他的Coverletter里面来申请 然后我们的Master的 雅思的要求呢 是6.5 然后每一门课是不低于6分 然后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一个 跟音乐就是 可以不需要音乐背景的专业 就是准备一个Coverletter 还有就是他的雅思的成绩 就是达到6.5以上 然后这个就 这个课程的一个要求 然后除了这个课程以外 另外一个课程 是Master of Music 然后Master of Music的话呢 就包含了所有的音乐类的课程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呢 包括所有的西洋乐器 然后有一个详细的分类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然后要求的话 在英文上面的话 也是跟就是 Master of Entertainment 一样的 然后这个课程的话 我们的设置也是跟那个一样 是两年的一个设置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问我 现在能听到吗 我这边好像电脑有点卡 听得到都没什么问题 声音没什么问题 好的好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打断我 因为这感觉太安静了 有点不习惯 你看自己一个人在独拜 然后我再介绍一下 我们Bachelor的课程吧 稍等一下 我们Bachelor的课程的话呢 主要有9种 9个专业 就刚才讲到的那个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这门课的话 我们本科的话是 也有这门课 然后这门课 在本科的那个学习里面 我们是安排实习的 然后这门课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最后一个学期 有四个Credit Point的时间 是用来安排实习的 就是这个特别项目 然后呢是 有120个小时的实习 然后学校呢 会分配学生到当地 就是澳大利亚 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 娱乐和经纪公司 去做一个实习 这个的话 老师会专门安排 每个学生去 然后这个是作为 相当于是一个科目 他必须要完成 才能够就是毕业的 然后所以这门课的话 就业率是我们最高的 然后就在毕业之前 我们统计了一下 有80%以上的学生 都是拿到就是就业的offer 在毕业之前 所以这门课的话 在就是除了音乐类的 那个课程里面 是推的最好的一门 然后学生 也不需要任何的音乐背景 这个对于就是很多 想要学跟音乐相关 但是呢 又没有任何乐器 或者是声乐方面 背景的学生来说 那我觉得这个课程 是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除了这门课以外呢 剩下的就是 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我就看着我们的这个 brocher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这些是我们 所有课程的一个分布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Master我已经讲过了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 本科的课程 本科的课程呢 我们主要是有 娱乐管理 艺术管理 录音制作 然后 古典音乐 然后还有作曲 现代音乐 舞台表演 还有纯表演的课程 然后这一些 所有的课程的话呢 就除了我刚才讲的 娱乐管理以外 其他都是需要 音乐方面的 就是这个 技能才可以来申请的 然后每一个课程的要求呢 就是本科的要求 也是雅思 雅思的要求是6分 然后每一门课目 是不低于5.5 然后这个课程 就是所有本科的 这些课程呢 我大概讲一下 一个分类啊 就是比如说乐器类的 就是纯音乐类的 就是分成古典音乐 跟现代音乐 就classical 跟contemporary 这两个 然后这个古典音乐呢 就像是小提琴 钢琴 古典钢琴 还有古典吉他 还有丹簧管 这一些呢 都是可以做 这个classical的一个申请 然后这个对学生的 音乐技能的要求呢 就是 每一门 就是准备两个 就是要做一个audition 准备两首就是曲目 如果是唱歌的话呢 就唱两首歌 然后至少一首是英文歌 如果是乐器类的话呢 就准备两首曲子 无论它是什么样乐器 然后就准备两首曲子 录那个video 然后我会给你们一个link 上传到网上 然后这个的话 每一个video 是不少于15分钟 然后 这两个 就是classical跟contemporary呢 这两个都是 它的那个subject的叫做 它的那个全称叫classic performance 所以这两个都是属于乐器 或者是声乐表演类的 像contemporary的话 就是现代流行音乐 比如说像 如果是唱歌的话 就是vocal的话 就是流行唱法 或者是摇滚蓝调 然后这一些类别的 然后如果是乐器类的话呢 就是像现代钢琴 现代吉他 然后还有就是 像长笛这一些 都是可以作为contemporary的 一个申请 然后除了这两个 以外呢 剩下的就是 像录音制作 后期录音制作 跟作曲这两个专业 也是学生提供作品 然后也是提供两个作品 然后这个呢 但是这两个专业的话 不需要 就是提供video 刚才那两个是 学生必须要自己 录制一个video 然后就本人 必须要出现在镜头面前 然后但是这两个 是不需要video 就是学生 只是需要提供作品 然后就比如 他自己剪辑好的音乐 之类的这种 就是自己录制好的 比如说作曲类的 他就要写一个credit list 就是说他要写他自己 是怎么创作这个作品的 用了哪些乐器 用了哪些软件去编辑 然后谁参与了 跟他一起的这个制作 包括这个后期录音制作呢 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两个都是提供作品 然后剩下的呢 就还有这个music theater 就是舞台表演 学生呢 也是需要提供视频 这个提供视频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专业 其实主要看的是 他的一个唱功 但是舞台表演的话 像国内的 如果他本身是 学表演专业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申请 这个专业的话 就是我们对学生的这个 就是英文要求会相对来说 要高一点 因为他的念台词的功底 各方面的话要过关 然后就是刚才讲到的 我看一下还有哪个 没有讲到的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bachelor of Performance 这个专业就是纯表演的专业 然后这个的话 是学生必须要准备 就是他的一个读白 但是这个必须是英文的 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 对中国学生来说 可能稍微要challenge一点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一些diploma 还有就是graduate certificate 这些课程 我就暂时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因为graduate certificate 和graduate diploma 这两门课的话 如果从境外签证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 然后diploma的话呢 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改革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 主要还是招bachelor 就是本科跟研究生的课 然后在课程这一块的话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Echo你可以讲一下 如果英语不够的话 他配英语 配英语课的话怎么配 然后一般有哪些合作伙伴 可以做这个配英语的 这个学习 好的好的 这样英文课程的话呢 是这样 如果艺术生他相对来说 我了解国内情况 可能艺术生的英文 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 那如果雅思不够的话呢 我们这边是这样子的 就是可以就是上语言学校 到澳洲这边当地上语言学校 然后但是呢 就必须要先做一个语言的内测 这个内测呢 是通过网上测试的 就是必须通过我们合作的 一家语言学校做一个内测 内测需要就是学生需要支付 210澳币的那个费用来做这个内测 但是这个是通过skype来做的 然后就writing和listening 还有那个reading是通过skype来做 然后是通过online的那个 就是拿password来做 但是他的那个speaking必须通过skype来做 对然后如果他通过了的话呢 那学生其实就不需要考雅思 直接可以过来 如果他没有通过的话呢 就根据他的那个测试的结果 来给他配相应的语言周数 那我们合作的语言学校呢 在澳洲有将近四五家 其中就是一家叫UEC的 然后Mike应该比较清楚 然后这个学校就比如说他没有过 那只要建议他配10周的语言 那我们这样学生就读完10周语言 他只要通过这个语言学校的考试 那他就可以正式进入到AM 他也不需要最后并不需要通过那个雅思 然后回到刚才的那个 哦对刚才 哦还有一个我刚才没有讲到 就是Bachelor of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这门课 娱乐就是娱乐管理这门课的话呢 我们合作的这个list 是我们所有合作的这个industry的公司的一个名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澳洲当地 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娱乐和经纪公司 像是比如说像电台的话就Channel 7啊 然后Sony ATV啊 这一些都是我们就是合作的这个实习的公司 所以学生如果读完这个专业出来以后呢 那其实拿到这个experience 他很容易在行业内找到工作 好在课程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目前暂时没有 好的好的 然后我再回到刚才那个PPT的界面 然后我再把后面的介绍完 然后 这个表格比较旧一点 因为我昨天才从墨尔本回来 没有来得及 先新做一个PPT给大家 不好意思啊 然后这个 其实我们的学生M的学生的一个群体 我带来介绍一下 M的话呢 有两个校区 一个是在墨尔本 一个是在悉尼 刚才我介绍那个 另外是在墨尔本 墨尔本那个校区呢 也是在市中心 在120 King Street 然后离墨尔本的Sauron Court Station的话 非常的近 然后也是都在市中心的位置 然后我们学校在2017年之前 其实大部分都是local的学生 现在的话local也是占多数 但是呢 越来越跟那个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学生 越来越balance了现在 因为我们从16年 才开始正式招收国际学生 所以说国际学生的比例 之前一直都不是太高 但是现在慢慢的呢 越来越多的就是 不管是中国的 还有东南亚印度 以及像是有一些南美啊 然后欧洲的一些国家 都有就是我们学校的 都会有这样的比例的学生 然后我们学校 今年的话 就是9月份开学的这个学期 我们的国际学生 已经达到了40%以上 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 就是这个加入到我们的学校 然后这个刚才我课程的话 我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我介绍一下 就是在悉尼校区的话 我们就刚才我讲的课程 在悉尼校区是全部都有的 但是目前的话 墨尔本的话呢 暂时没有那么多的课程 因为墨尔本那边 是2014年才成立的 就是悉尼这个校区 已经50年的历史了 但是墨尔本校区 相对来说时间要短一点 但是墨尔本那边呢 他们在音乐的产业上面 就是墨尔本这个城市 这个city的话 它也是非常发达的 有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然后墨尔本这边主要是 有这四个专业 就是娱乐管理 我刚刚讲到的 还有就是作曲 还有现代音乐 跟舞台表演 尤其是舞台表演 在墨尔本的话 有非常多的机会 因为昨天我刚从墨尔本回来 跟他们的老师 又详细的聊了一下 就是他们这个舞台表演 这个专业在墨尔本 因为墨尔本它长期 它是一个就很文艺的城市 长期有这种秀 然后老师们也是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这些organization 这些组织的话 他们会长期跟M 有一个合作 然后会就是会让M 给他们推荐 就是好的优秀的学生 去做一些实习 还有就是会经常 有一些表演的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 Master的课程 就是研究生的课程 会在明年的时候 明年的时候 就那个墨尔本小区 就会有了 现在的话 暂时还没有 就是9月份开学的这一期 暂时还没有 就是Master的课程 然后我们的开学的时间 一年有三次 就是三个学期 一年是三个学期 一月五月跟九月 对 然后这是本课程的一个设置 每一年的话 是有40个学分 学生需要 基本上每个礼拜 学生是需要到 就是有15个小时的课 然后这个是 Master的话是设置是两年 我刚刚讲过了 然后这个是刚刚讲过的 就每年开学的时间 是159 然后我大概说一下 我们的学费 学费的话呢 Master的学费 每年是 Master of 就是娱乐管理的 这个学费 每年是25,477澳币 然后每一个学期的话呢 是8,497澳币 所以 然后 所以 两年下来 是五万多的学费 其实这个在同行业里面 就是学音乐的里面 其实我们学费 算是比较 affordable的 而且我们还有奖学金 就是第一年的话 international的学生 我们会给 就是比较优秀的 international学生 最高的话 第一年可以给到 五千的奖学金 如果这个学生 他第一年成绩比较好的话 他第二年自己 还可以再申请 第二年的话 最多是可以给到两千 然后bachelor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 也是可以申请奖学金的 但是就是 唯一 我们明年的奖学金的名额是 下一个学期是70个 然后 但是 要求就是 他的audition的这个video 就是他的音乐的这个 就是他要 就是这个奖学金的名字 叫做 international excellence scholarship 就是他要足够的优秀 然后我们才能够 一顺这个奖学金 但是 不是每个学生 一定可以拿到五千 但是多多少少的话 就是 两千三千的都有 就是这个看我们的 academic staff这边 就是老师的 对他的这个 本来音乐的技能的 一个评级 来决定他奖学金的 一个数量 然后 这个是我们的 master的一个学费 然后这是我们 本科的学费 本科的学费的话 每年是 两万四千一百六 跟 其实跟master 是差不多的 然后 因为我们是一年 分三个学习 其实学生的话 他是每学期 来交一次的 就是每学期 交一次学费 就学习开始之前 比如第一学期 他先交八千四百五十六 然后这样子教的 就不用一年都教完 然后 对 这个的话 大概是我们的 一个课程的设置 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Echo那个有老师问 就是实习 是不是带薪的 实习的话 要看公司 不一定每一个都带薪 但是 如果是就是像这种 当地的 当地的这种 local的公司的话 大部分都是会给配的 大部分都是会给的 不会 就是不会 完全不给 因为实习的时间 没有很长 就是一百二十个小时 对 所以说 要看就是分配的公司 那在实习之前的话 我们是有 老师安排实习的公司的 所以说 他这个学生 如果他想要有配的话 他可以就是 直接的去跟我们 安排实习老师沟通 他可以去跟他 就是跟老师 讲他的自己的 这个一个要求 然后我们再根据 对应的来帮他找 但是不能就是 百分之百 guarantee他一定有配 然后echo 关于那个 学术要求和 雅思要求 可以再提一下吗 有个老师 刚才可能 我把那个 就是具体的 这个 quirement 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单独每一个的这个 就是每个科目的 他的music方面的要求 跟大家讲一下 就比如说像这个 现代音乐 然后就是提供两个作品 然后就比如说他弹吉他的 他就是拿手机 就是如果说帮他拍 就是找人 就是比如他弹吉他 他就找人拿手机 帮他拍一个 这个两个视频 然后清晰的 能够看到他手的动作的 然后本人是出现在 镜头前的这两个视频 不超过15分钟的 就是一个视频就可以 如果是唱歌的 他也是本人出现在镜头前 唱完两首歌 但是唱歌的话 就时间如果是 一首歌五分钟左右 其实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长 然后像舞台表演也是 就是他自己唱 舞台表演大部分 他其实是有些 是唱歌剧类的 所以也是准备 就是在镜头前 然后呢 就是伴奏声音 就要求就是伴奏声音 不要太大了 不要超过他本来的声音 然后就就是 他尽量是自己 独立完成的 就就不要说 他可以有伴奏 但是就不能说 他跟一个乐队在一起 然后就已经听不见 他自己的这个声音了 就必须要听清楚 这个学生本来自己的 这个表现的声音 然后古典音乐 现代音乐 这一些的 然后这个是表演类的 表演类的话 就是这个说实话 申请的 international的国际学生 比较少 因为这个对英文的要求 太高了 就是对艺术上来说 这个要纯英文的 准备两 就是两段纯英文的读白 但是也不乏有这种 英文比较好的学生来申请 然后这个娱乐馆里的话呢 就是准备一个cover letter 这个的话 我可以详细的 大概说一下 这个cover letter 就是说他自己准备 两个相当于他的简历 这个 他里面就是要 讲到他自己的 比如说他是要申请 master的课 那就是讲本科 如果他本科正好是学商科的 那就非常好 那是完全是对应的 如果他不是学商科的话呢 他可以讲一些 他自己就是在 本科时候的一些 跟这个business相关的一些经验 比如他要去做一些实习 或者参加了一些项目 或者说他自己 在外面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他是高中生的话呢 那他自己要讲一个 他大概的 因为高中生 他没有太多工作经验 那他就要讲到 他自己的一个 对这个职业的规划 他为什么想要学这个专业 然后他要大概就是 在cover letter里面 都要提到 然后这个课程 目前国际学生 是不需要做interview 就是online interview 目前还暂时不需要的 之后有可能会需要做 但是如果他的cover letter的内容 非常详尽的话呢 暂时是不需要 因为我们考量到 国际学生 他的一个语言的情况 所以暂时没有要求 要做interview 然后这个compensation 就是作曲类的 就是我刚才讲到 他是需要提供两个 这个作曲的作品 和他的一个credit list 就是credit list 他要写 就是作曲人是谁 乐器用了哪一些 然后这个是 就是这个 我们到时候 如果你们有这个 这样的学生 我们可以case by case 具体的来谈 然后 Odeon的话 也是跟compensation 是一样的 他要写 就是自己用了 哪一些软件 去就是 编辑这些音乐 然后也是准备两个 然后最后一个是 arts management 这个是艺术管理 这个也是要准备 这两个作品 这个的话呢 就是 他可以准备 任何艺术形式的作品 这个都可以 因为其实艺术管理的话 它是 这个课程 我觉得没有 就是艺术娱乐管理的 这个那么综合性 它更偏艺术方面一点 就管理的部分 没有就是 娱乐管理那么多 就这个的话 是主要是 他会有一些表演的 还有一些 乐器类的课程 会参杂在里面 但是娱乐管理 这门课的话呢 主要就是 纯管理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 是需要他提供一些作品 如果他是唱歌类的学生 他就是 他唱歌的作品 如果他是乐器类 他提供乐器类的作品 然后如果 还有剪辑的方面的话 这些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专业 没有一个 非常严格的 还有什么 就是类似的这个 要求方面的问题吗 就是比如说 他高中要多少分之类的 还是及格就行呢 还是 是这样子的 我们 我们的这些乐器类的 所有的专业 其实 只要高中 他能够及格就行了 没有看他的 也没有看他高中的成绩 就是要提供 就是要提供那个成绩 单单是 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就是我目前 对国际学生 包括local的学生 在那个 就是音乐类的专业里面的话 都是 只是要求他及格 就可以了 但是这门课就是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是需要70分以上 目前我们对 国内的学生 local的学生的话 是需要到70分以上的 国际学生 目前没有一个 严格的界限 但是呢 最好它是分数 达70分以上的 因为之后可能 会对国际学生 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在成绩上的要求 但是目前的话 就是所有 只要能及格就行了 嗯 然后硕士 硕士呢 对成绩的要求 也是 硕士也是一样的 只要他本科的成绩 是及格就可以了 嗯 OK 然后还有老师 就是问 国际学生的就业率 怎么样 有没有单独 单独统计过呢 嗯 国际学生 因为我昨天 才从莫远回来嘛 我跟就是那边的 国际学生都有聊过 因为我们 因为所有的 我们学校就是 因为纯音乐的学校 就不像综合类的大学 可能没有那么侧重 在就是音乐方面 所以我们需要 所有的老师 都是在这个 就是这个产业工作的老师 有一些老师自己 他自己有studio 会自己就是 在这种娱乐产业工作 然后在我们这里 也是做老师 就是兼职的 然后全职老师都有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国际学生 他进入到这个行业 他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老师有时候 都是给他们 一手的资源 和信息 然后我们的国际学生 这钱比较少 但是我昨天 跟墨尔本这两个学生 聊了以后 他们就其实 基本上出来以后 都是在做这一行 然后就业率的话 其实就是 就觉得就业率挺高的 但是因为音乐方面的 我们没有做一个 详细的统计 是因为音乐类 它跟就是这个 娱乐馆里这课不一样 因为这课就是 你毕业以后 你会拿到offer 但是有一些音乐类 比如说像作曲啊 或者是后期制作这种 他可能自己出来以后 就自己去开studio了 这种东西 就比较难统计一点 但是其他的 像乐器类的 很多出来 有一些去了乐队 因为我们这边 有很多的这种 local的这种乐队 然后包括很多学生 他自己本身也是 乐队里面的 然后有一些呢 就可能去当一些老师 乐器类的 就是思课的老师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读完三年的本科以后 他可以再去 读一年teaching的课程 然后出来以后 他就可以去当 就是去学校里面 教音乐的课程 哦 OK 所以那个teaching的话 应该是读两年制的 那个master of teaching 然后去中学之类的 做老师对吧 那个有一年的 我记得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课程 就是别的大学有 那个好像有一年的 他是 对我觉得西西尼大学好像是有一年 这个课程 OK 然后另外就是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 关于现在 就是音乐这块的移民的话 也是 就是如果你是读 一些契乐类的 本科或者研究生专业 然后在毕业后 有一年的相关工作经验的话 也可以走那个 就是最近才加到 那个移民清单里面的 就是 契乐演奏家 这一个职位 另外关于 arts management 和entertainment management的话 也是有一个 专门的 arts management 这一个职位 如果你是相关 专业背景 毕业 然后同时又有一年 相关工作经验的话 也是可以走 arts manager 这一块的 那个移民路径 所以现在对于 arts这一块的 还有那个 音乐这一块的移民 澳洲这块 也是比较鼓励的 因为这之前 这两个职业 都不在那个 中长期的 移民职业列表中 那现在的话 他们就把它 加进来了 所以对想来 澳洲读音乐 或者艺术管理 或者娱乐管理的 同学来说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能通过音乐 或者艺术管理 或者娱乐管理 移民的国家 我觉得应该没有几个 澳洲算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 一个目的地国家 OK 这是我补充的一点 好的 谢谢 谢谢Mike 是这样 对我们 就是现在 因为移民的 那个list 我现在 没有办法 就是在这个 这个电脑上 没有啊 但是我可以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现在澳洲 就是音乐类的 课程可以移民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快起 商科类的 这些课程的 已经就是分数到 很高了 但是音乐类的 这个是今年3月12号 才出来的新的证词 就是所有音乐类的课程 都是可以 呃 就是有三个方面 三个 呃 三个主要的 subjects 都可以移民 一个是叫做 musician instrumental 就是乐器类的 都可以做移民 还有一个叫 music director 这个也可以移民 还有一个叫 arts administrator 然后这三个专业呢 这三个专业 其实正好跟我们的 基本上所有课程 都是对应的 像instrumental 这个就对应 只要你是学 西洋乐器的 然后出来以后 你可以用乐器 这个来移民 只是说 唯一这些移民的 先决条件 是你毕业以后呢 需要自己有一年的 工作经验 那我刚才提到 我们的就业率 其实真的挺高的 然后这样子 学生如果能够 找到工作 然后呢 有一年的工作经验的话 他就可以做一个移民 然后呃 另外两个就是 呃 arts administrator 和music director 这两个里面呢 就是 arts administrator 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 在就是艺术管理 然后这种 是在娱乐公司里面 或经纪公司里面 做这个 呃 相关的管理工作的话呢 跟我们的娱乐管理 这门课也是完全对应的 然后还有 嗯 就是music director 这个相对来说 稍微难一点 因为这个的话 它是指的是 嗯 就是你比如说 是像乐队的这种 leader 或者是你是 那种舞台的这种 就是导演 这个对国际学生来说 可能相对来说 稍微难一点 但是另外两个 可以移民的专业 都是 跟我们的课程完全对应 而且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的 然后呢 我昨天 因为我们最近这一周 正好是做那个 呃 Asian conference嘛 然后来了一些 offshore的Asian 然后跟他们 大概聊了一下 然后呃 就是其他的一些 院校的情况 然后 呃 就当时 我们有聊到 美国的一些音乐学校 然后跟澳洲的 音乐学校对比 当然就是欧美的 这个市场 在国内肯定是很大的 但是呢 其实说实话 跟他们聊一下 发现美国 真的就很不安全 因为这两个Agent 他们正好 本来也是去美国 留学 学音乐 然后现在在做Agent 然后美国的 就是环境各方面 其实真 就是从政治方面的 角度来考虑 或者说就是从 安全系数来说 都不如澳洲 而且是肯定 没有办法移民的 像欧美那边的学校 是很难通过 音乐这个专业 来做移民 但是澳洲的话 是目前看来是可行的 嗯 大家看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方面的问题 关于课程啊 或者是 呃 就是移民方面的问题 如果大家没有进一步 问题的话 那今天就感谢大家的参与 呃 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 录制好的那个 讲座 呃 链接发给大家 嗯 对对 然后我这边有 还有一个中文版的 就是这个 我们的broacher 这个大概的 入学要求 还有 嗯 就是研究生的课程的 就是中文版的这些 嗯 这个我到时候 可以发给大家 然后这个比较详尽一点 就是可以直接用来 给学生看的 好的 好的那谢谢 谢谢Echo今天的那个支持 嗯 那我们今天可以先结束 那个会议 然后之后我把材料都 发给大家 嗯 嗯 那Echo你那边的话 就可以点击 结束会议 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嗯 ну 었어 嗯 你 感谢观看